咦 怎麼艷揚高照 這個水一沖 屈然出現了土石流 原來仔細一看 這是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 為了讓民眾可以清楚了解 水保的重要性 特別設計的互動式教學平台 所以這個是水土保持局 尤其是台灣的弟子這麼年輕 如果說大家不疼起這個地 這個台灣的話 真的會非常非常的可惜 這個捍衛隊主要是講水土保持的 我們主要是在做一些 水土保持的教育宣導 讓民眾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 和哪一些相關的設施 讓我們的水土保持工作更落實 兩個透明盒子裡頭放置的是泥土 一邊有種草一邊沒有 只要馬上做了實驗 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土石流是如何容易產生 因為這幾天下了聯繫的三天的大雨 對於台東地區的農業 都實在的衝擊很大 所以我們這一次最主要今天是 我們配合他們農業 他們農改產 集辦這個活動 我們有排列的一些水土保持的 包括涉溪的方面 他們的產業的展示 尤其在水土保持方面 剛才我們也看到了 一些水土保持他們的充實模擬的部分 所以這幾天下雨 大家要做見證的一下子 有很多我們都是落落地 被一些爛墾爛爛的 把這些地的海滑得太乾淨的話 變成的話充實會越來越嚴重 像一些小水方面還是中水 我們就要從基層做起 因為水土保持是我們的國土保益 水保志工們也與現場的朋友 進行了教學以及有獎爭答 簡單的教學方式 果然讓在場的朋友一邊玩得開心 也能夠知道正確的觀念 這次活動特別進行了有獎爭答 兩位主持人一上台 果然吸引了不少民眾搶著答題 這樣的互動方式 更讓民眾可以加深 對於水土保持的重要觀念 東太宣布正會如在台中市的菜單報導